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這麼快就四季五了 怎麼回事 你四季五經常都會抱嗎 我現在少抱 但我看你這麼窄 我打算介紹朋友給你認識 帶你出去見識一下 因為我每個星期五在準備節目的時候 我心裡都硬是硬著硬著的 你知道星期五人約出去抱的時間就會收1點多鐘 現在你的WhatsApp很喜歡開群組 就會開始在群組那裡 8、9點開始叮叮叮叮叮 然後我就說不如2點半出來 然後他們就說你也傻了 已經入去了 已經醉了 要醉了 要找吃就找到了 所以很慘 但也不是的 每晚都可以有其他選擇 好像我們今天兩位嘉賓 有一位我絕對肯定他是專家 他們都是慣性好東西才出現 平時我有機會遇到他的時候都是偏夜的 好啊 他就是前角位 另外還有Shiga 蓮詩仔 不是啊 很早啊 不是啊 我1、2點的時間才能遇到你 早上3、4點 對 通常是早上吃早餐的時候會遇到你 很早 然後吃完早餐我就在餐廳睡了 然後抬你回去 Shiga呢 現在有多少抱嗎 現在入了學會比較少 不過讀書的時候也會有抱過 對 人生必經階段 不知道為何到光庭你沒有 我有的 我讀書的時候也有下去 下去Club Night Club那些 下去Club 下去Club 以前的Club是Light Club 不是那麼多年前那隻 都是跳舞那些 那些都是跳舞的 茶舞 那些都叫做寶冊冊 那我是不是落錯了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是因為學生會 一起跟同學一起下去 學生會 學生會是活動 大富豪學生會 我們學生會開會 今天是大富豪登 然後回來工作忙就沒有了 已經很少了 也有兩三個月下一次 是嗎 所以都明白 這些時候也有很多人準備出門口 其實因為現在的人好像 將這個抱的時間越推越硬 因為要花多點時間打扮呢 因為這個抱的風氣其實也不同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抱是比較Casual 怎樣Casual法呢 拖鞋走下去 也不是的 T恤牛仔褲 現在的人是要穿好衣服 好像去Event 現在要低胸短裙 那才叫做好 有些要設定頭 對呀 而且要花一個好行的妝 對呀 現在真的很認真 好像去了一個很盛宴 現在去一個派對 我明白的 我明白為何會發行妝 因為裡面暗 如果你不發行妝 看不到外表 看不到外表 其實是一個尊重來的 無論在外國回來的學生也好 在本地一向都會 其實大家什麼叫做好玩的鋪場 就是有靚仔靚女 你就尊重這件事 大家去到又想心悅目 不錯 有靚仔靚女是OK的 但最怕的人就是很在找笨 你一見光是另一個樣子 一落妝又是另一個樣子 那些是騙人的 我一向都知道的 這些我已經放在電影裡面 就是睡醒你哪位 因為大家已經遇到太多這些了 其實都落得去這些都是不明明的規則 而且化妝真的越來越厲害 那些女生是可以完全變成 喬妝 現在可以變成另一個樣子 男生也可以變成女生 我相信所有人都應該有些蒲的經驗 如果你在蒲場遇過一些趣事 或者有些愛情事在蒲場發生了 都可以打電話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1872881 最想聽一下有沒有真的有人在夜場 可以認識到他們的真愛 Wilson你可不可以呢 還未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的 要花點時間 是 你的時辰未到 是的 未到 不要說找真愛 直接找個愛也很難 找個交心的朋友也很難 在蒲場我覺得 也不是的 因為我也認識到很多朋友 在蒲場結婚到現在 很幸福地生活都有 剛才聽你說的 那就是有了 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這個比例好像少一點 而且好像危險一點 Shiga你會不會呢 你會不會去蒲場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 不可以完全說完全沒有 但是可能機會會小一點 但是不可以完全說沒有 因為始終我覺得 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蒲 是因為可能上班很晚才下班 或者是沒有時間去結識到新的朋友 可能去到蒲的地方 就是大家 大家都出來了 那就會有機會結識到朋友 但是我經常在想 那個夜場 如果你拿走音樂 然後開著燈 你看到他們的樣子 其實他們都很寂寞 都站在那裡 其實很多人都 而且現在的人 不太投入 怎樣才為之投入 譬如以前去蒲 大家真的放鬆 可能自己想 喝酒輕鬆一下 自己為了幾個朋友 聊天跳舞 但現在所有人都好像有攻擊性 還有好像在找目標 所有人都在靠著巴頭 然後探射燈 看 好像電影一樣 對 所以他就在蒲場寫 這些題材已經全部放進去 決定了每三分鐘就會提一提 其實要看夜蒲場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大家熟悉的 就知道哪些是獵人的地方 哪些是打獵區 有分的嗎 有的 有的 有些級別比較斯文 或者外國人比較多 英俊美女比較多 那些就會不同 大家聊天比較多 有些音樂比較強勁 然後男的也是獵人 女的也是獵人 那些純粹打獵的場地 大家知道下去是為了什麼 有沒有統稱 沒有的 就這樣叫狩獵場 對 我經常轉的 都叫狩獵場 那些真的見不少 在狩獵場上 你覺得自己需要找 覺得會有很多男性圍著你 令到你覺得那個女生 會覺得自己很受人歡迎 很有自豪感 你在那些打獵場裡 你自己一個女生 或者兩個女生 一跳到舞池裡 就真的好像一個肥豬肉 掉了下去 然後 然後 六七隻魚的子狼 就出現了 慢慢地圍著她 包圍 慢慢收窄 就包圍了她 很多時候 有些葡萄有二樓 你看到一堆堆 這裡有六個男生圍著兩個 這裡有七個男生圍著三個女生 四四三陣式 好像在打球 那你負責是棺材 所以是棺材 其實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很開心 我們有一次宣傳完之後 我們去看一看 我有教她看 然後在二樓看下去 真的覺得很可愛 真的好像在看電影 看到狼狼四方八面 我們看到一個女生 可能在跳舞 然後周圍都是男生 整個圈圈 那個範圍越來越收窄 越來越收窄 好像很擠迫 那女生的反應又是怎樣 很開心 可能她會感覺到自己 好像變成一個星星 所以不同人 會去不同的場 有些場 人們真的喜歡跳舞 所有人都是敵意大 千萬不要近身 我沒見過 有的 有些場 有些是純粹聽音樂 音樂會 是Jazz Bar 你講一下 浮場 浮場 不是一定是浮場 有些是 沒有那麼強勁 你說Jazz Bar 是不是浮場 都一樣是一群人 聊天 認識朋友 都是浮場 所以就說很多種 但很難 如果一個不是浮場 浮場 裡面玩的規則 應該怎樣下去 譬如你自己一個人 這樣又沒有守則 沒有守則 付錢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帶錢 還有帶新聞資訊 最重要是大膽說出第一句開場白 可以出本書 不同的開場白 有不同的反應 是嗎 通常你最常用的開場白 是做Casting 通常我覺得應該是 你經常來的 這句是百發百中的 他一邊說 不是呀 你又可以說 是呀 你又可以說 那倒是 但一個女生下去 可能一晚聽到20次 對呀 左邊那個問你 右邊那個問你 前面那個問你 後面那個問你 很煩 他只是放了VIP卡的額頭 Siga這些美女下去 一晚聽到45次 但有沒有一些人 你不是經常下來 對呀 Siga有沒有遇過一些人 很大膽的 很厚勁的 那你會怎樣 絕對 有些很直接的 可能會走過來 那不是 那是太快了 那我真的 我真的沒聽過身邊任何一個朋友 真的遇到一個人 是這麼直接的 或者自己也沒試過 我有聽過有人這樣說過 真的一開口就 兩天我都見過 有男生對著女生 一開口就這句 有見過 有些男生一過來 第一件事 已經抱了腰 又試過 那抱腰就很多 對呀 一來抱腰就 可能假裝見到錯 可能你是他朋友 認錯人那些都會 假裝認錯 假裝認錯 假裝認錯人 但一開口真的走過來 跟你說 Your place my place 我真的沒聽過 電影 我那個朋友 就是 聊了幾句 我想那個男生 以為自己得手 通常都會聚一下 對呀 應該那個男生 開始受不了 都是時候要走了 而且覺得自己得手 很快就問女生 去你還是去我 真的在那時候問 對呀 那不問怎麼走 那女生就跟他說你先走 不是應該出到茶餐廳那裡才慢慢問嗎 通常有下場的時候才會說 如果有機會有下場 就下場才會說 我聽到 通常我看到那些女生趕走她 就是 好呀你送我回家 你怎麼會流禍盒石 哈哈哈哈 然後你馬上就 馬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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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有個寒風在外面吹過 我聽過一個朋友的案子 就是那個男生 其實那個女生是OK的 就是OK跟他回家 然後那個男生已經準備送的女生上的士 一起走 因為那個男生自己家不方便 就問那個女生你住在哪裡 然後那個女生就跟他說元朗 然後那個男生立即不上車 哈哈哈哈 是太容易 對不起我新界區不去的 哈哈哈哈 不過海 那也行 為什麼擺個紅色的旗子在頭上遮住 所以其實那些人會說 真的那麼害怕 應該一開始就問 你住在哪區的 應該一開始問了 想不想把九龍區的牌子在心裡 不過我想最想知道就是 今晚的題目 夜場是否真的可以找到真外遇 都說有了 如果真的要找到的話 你說來說去那幾個 那怎樣找呢 幾萬人在那幾個個案子 那不可以抹殺那幾個 我沒有抹殺那幾個 那幾個是抹所有人的動力 你們不要爭論 一會兒回來我們真的要分析一下 怎樣可以去認識到這個真外 一百七二百八一打來跟我們聊一下 一些不是常常逃開的人 如果下去夜場的話 可能會遇到一些很尷尬的情況 類似你那樣 我下去的時候 有些時候我覺得很尷尬 這四個女生圍著你 這個不會尷尬 現在有些女生很厲害的 不只是男生圍著你 他們圍圈圍我 他是不會開酒的 我見過四個女生圍著一個男生 我不是不會開酒 我沒有錢開酒的 你會開酒 四十個女生圍著你也有 我原來要這樣 你常用身背帶 就是開酒 開酒可以 不過有時候跟一個很熟悉的女生 Everything 應該是那些男生 一定會向那個女生發展 有時就會令它瞪了 揍手 開始切 他 że że 你朋友朋友就好像有點尷尬 他尷尬是不喜歡那個 可能喜歡另一個找他 可能看中了另一個 不要理他喜歡還是不喜歡 你究竟出不出手幫他 那些女生朋友又沒有幫他 如果你都看得出他很不自在不舒服的 應該幫他 但Wilson通常都不幫 我很少見到這些 他通常都帶女生下去被人抽水 我不是帶女生下去被人抽水 我是代客拍車 你抱了中指就不要再人發達 我經常拿車匙進去的人都拿走我的車 車我都沒踏過就拿走 你幫人看管住的車 看車匙也不是拍車 看車匙也不是拍車 還沒拍好車 沒拍過 碰都沒碰過 三晚走 但有些情況就是女生可能假裝有矜持 你怎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照你幫 還有很危險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男生去幫 另一個男生就對你有敵意 是多事 很容易出事 可能你應該細細細問他 不用問的 我覺得這個場合我都見過 但通常你一顯示你的善意 你想幫他 譬如你過來跟警察妹這樣就算了 幫我引開他 他接受你的善意 他真的會白一聲飆出來 你又不用出手 他還不願走 那你就走開 人家在這裡繼續 出口幫好了 不要出手去爛他 始終都出口幫一下 這些是經驗之談 如果我不是都會出事 要不然被人打你 你突然腫了回來 不知道是什麼事 如果有一天真的腫了回來 你可以想想 你應該是多事 但在夜場如果真的 你見到一個女生很喜歡 那你又很想跟她 展開一個愛情關係 你可以怎樣去接觸她 才不要讓她誤會 你想一夜站這樣 這個真的難 這個如果知道 大家已經快到了 就不用下去鼓鼓一下 所以我通常都不會做主動 做被動 你不會做主動 我通常都不會 你等別人拿你的電話 我不會出擊 當然不用 前個位導演 怎會需要自己出擊 所以他是不是捧紅自己 你看過了幾年做什麼 所以捧紅自己 他應該是自己寫的字仔 對他的電話號碼 然後走過來 他就是捧紅自己 然後下去跟Rater的經歷 說我想找一些女生做Casting 然後經理就會幫你做事 對嗎 不用問 自然有人會帶你 告訴他 其實他有興趣去做電視工作 或者電影工作 那你會怎樣看呢 我真的會看他 覺得他有沒有機會 我還是看看他的身體 首先你看看他的身體 通常都是看樣子 然後又看身體 對 就立即簽了他 真的會正經地談 沒有什麼 會有些很瘋的走過來 有沒有一些很悲琴大咬 這樣撲過來 我真的沒有見過那些很瘋的 真的沒有嗎 對 好 我們又找我們的聽眾 來分享一下經驗 看看在那些 夜場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經驗 或者真的在那裡找到 一些愛情的話 可以打上來172.8.1 跟我們分享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